穿着西装一头白发 他是应小微男友王尊凯 在金华城避案中以500万交保 应小微同党同选区的议员钟小平之一 避案4500万的金流 应该从王尊凯来查起 进了那个关怀协会应小微 第一个他去官说施压这个金华城 那就是对价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又把这个钱 又转到他的男朋友王凯的名下 那无信注又领出来 那就是冰狗就跑不掉了 两人关系有多密切 连减追查金流指出 微经集团曾把4500万拆分成两笔 汇给应小微成立中华华下 希望官华协会等慈善协会 以捐款为名行行贿之实 且应小微曾领出300万还给银行贷款 200万缴信用卡费 更诡异的是又转了500万 到男友的账户意图为何 应小微议员应该是接受了 非常多省庆金的服务案 那他是不是他的棋子 我不晓得 那我要问是谁让他违法 男友身兼办公室执行长王尊凯 当地里长曾透露 他平日嚣张跋扈 若不支持应小微就会陪他骂 因为幕后背景大有来头 王尊凯是松联邦前堂主 还插足色情业 当三间成人频道的最大股东 另外助理吴顺明 收押金件 他的身份更诡异 2014年虽挂名应小微的顾问 却无几职还对都发局官员施压 2017年却当中华石化旗下子公司 造星化学的顾问领星 难道是维京集团安插的内线吗 应小微身边两个男人都不单纯 黑历史通通扶上台面